现在画面已经切到了这个比赛当中 今年的这个比赛 大部分的场次都是在晚上的7点半 在各个赛区同时打响 但是因为照顾到中央电视台的转播的需要 厦门特房和广州粤语这个比赛 是在中午1点就开始了 比赛首先进行的是一场混合双打的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 马进是搭档沈业对阵的王小礼和刘成 刘成代表广州粤语 代表这个厦门特房 其实能把王小礼引进过来 我觉得还是对于厦门的这个俱乐部来说 是在混双上面是特别有优势的 今天这个比赛呢 是在这个厦门特房的主场的来进行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激烈2比2 这个比赛一开始啊 就是说在这个中前场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 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在特别在双打比赛里 发接发前面几拍呢就决出了这个胜负 所以在11分里根本有的时候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呢 比分就拉开了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至少到目前为止第一场混双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 王小礼是非常著名的双打的球员啊 他也是在刚刚的试检赛上获得了女子双打的冠军 他的搭档是于扬 但是在俱乐部的比赛中呢 他的搭档换成了年轻的流程 其实这四名选手现在也是都在国家队 所以说他们的对抗上面其实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而且因为11分 所以说对于每一位运动员他在赛前的乐身和准备就要更加的充分 对 就是进入状态一定要非常快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出现很快的这个局面 比分就拉开你都没有机会反手就结束了 这四个人里面呢 这个唯一的这个场上的福建人就是刘成 这前面也是林嘉丽教练 也是这是全运会吧 其实也还在这一个月里面 然后他清闻惨店 确实很感动 但是王小礼过说他当时看到 虽然他当时代表的是湖北队 他也流泪了 因为他感觉到就是一个二十年特别不容易 其实这个韦杰应该是对厦门也是非常有感情的 虽然你是湖北人 但是呢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呢 进入国家队之前是在这个厦门队 今天的作为这个揭幕战来讲 在比赛开始之前先进行了一个业余比赛 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个开幕式 今年呢在整个的宇超联赛里面 引入业余的男子双打的比赛 也是一个规则赛制改变的一个亮点 他是更好的为了推广羽毛球运动 但是呢这个我们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转播的部分呢 都是专业队员啊 特别呢很多的这个队都是属于 有国家队的这个队员 今天场上这个 这场混双四个人全部都是来自于国家队的 合成在后场的这个杀球 还是没有能够通过球网 这样五比四 沈夜和马进领先一分 这个比赛规则改变之后 对于运动员进入状态的要求 有了非常大的这个提升 明显看到拍子的回合很多 韦杰你们原来在当队员的时候呢 在队内打没打过这种 就是11分的比赛 其实我们经常会把分就是每个分 就是每个阶段 我们正规打比赛是21分 可是我们会有时候会抢7分 就打7分的比赛 或者是从15分开始打 或者是从17分开始打 就把这几个分段给切好 这样子有助于就是 在关键分和开场的一个 就是发分 而且我们也会在就是练习 有可能就羽毛球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界外线 或者接内线 我们有可能把 直打前面的这一段 后面这段就属于初见 因为有时碰到顺利风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就是 就平时就是我们没有风 我们要制造难度 那就是那我们来就是练习 应对比赛当中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些突发的线 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场上的递交 可能是稍微出现了 有一点这个起窍啊 所以工作人员临时呢 是拿这个胶布呢 来做一个粘贴 这也很正常 因为毕竟这个产队是 临时搭建的 5比5 大家可以看到双方 一开场 往前双方的女选手都看得特别紧 然后男选手呢 其实沈夜的进攻 其实不是说具有绝对的杀杀性 可是他必须要攻下去 因为分数太短了 所以说尽可能的发挥到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 就是身体的机能全部调动起来 沈夜是江苏人 他一般在国家队搭档的是宏伟啊 就是进行男双的这个国际的比赛 他身高1米80 确实如果要是跟宏伟 这种1米9的身高的 这个队员搭档的话呢 两个人的分工还是比较的明确 宏伟还是在前场的 这个分数比较多 你看像这种呢 这种发球的失误 在这种11分的比赛里 就显得特别的 这个价值连城啊 这种对方的这个揭发的质量 也是让影响流程 在手感上面呢 他的这个拿捏到底是 追求质量 还是追求稳定性 结果出现了失误 分数啊越少 就是现在分数就变成11分了 在这个情况下 就体验出一个艺末人 他的平时的一个基本的练习 扎不扎实 这样打11分的比赛呢 就没有这个技术间歇了 但是呢 是每一局的比赛 是15分封顶 如果是在常规的比赛里面呢 是21分每球得分制的时候 是30分封顶 到11分的时候进行技术间歇 这也是我们的宇超联赛的一个创新 应该说这个赛制的使用啊 对于整个的这个羽毛球界来说 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李永波总教练说 如果呢 在今年的这个宇超联赛的电视转播效果 非常好的话呢 他们可以联名上书啊 向这个世界雨连提出新的建议 那么以后为了电视转播的需要呢 大赛也可以改成11分支 如果说大赛改成11分支 就是我男性真的是太大 就是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因为给了欧洲选手 一些就是很好的机会 因为欧洲选手 其实他在一开始都是很好的 往往都在互判断了 他会失去一些就是能力 在技术上面就是相对会比我们薄弱一些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也挺利于就是羽毛球的发展 这个厦门特防队 来到了 这个面对着这个对手的局点 广州阅语队现在是10比7 领先在第一局 台湾特防队今天是主场作战 他们这个队当中呢 有唯一的一名A级运动员 就是王小李 就是在这个重大的国际比赛中 获得单向的冠军 比如说市井赛和奥运会这样的比赛里面 获得单向冠军 换发球 这球的假动作做得很漂亮 刘成呢 这个是 要求换球 刘成现在10比80线 刘成现在也是刚打完日本公开赛回来 现在也是一个重点培养选手 因为他整个能力还是相当的强 而且后准的进攻呢 在国际上女子选手都 女选手都挺胖的 这就是分数的压力 对 其实在今天这个比赛中呢 这个流程由于自己呢 在发球上出现两个失误 确实非常可惜 特别是在第二个 在局点上面 也确实是能够感受到 这个比分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广州夜宇队还是拿到了 第一局的比赛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来啊 现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2013到2014赛季的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这个比赛其实已经举办过三届了 但是过去的三年 由于没有电视转播 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的 还是跟人们想象中的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从今年开始呢 体育频道和赛事频道呢 将联合呢 为整个的羽毛球超级联赛呢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贴增庄 增庄天瓦啊 为了这个推广向赛事 做了比较多的这个赛事的播出安排 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 就是两个代表队呢 他们是进行五场三胜制的比赛 今年的比赛的亮点 除了每一局比赛呢 改成了11分每球得分制之外呢 还是在项目的选择上面 也是做了一些筛选 它是在三个双打项目 男双女双和混双 是采取三选二 就是每一战的比赛里面 这三项里面选其中的两项 然后呢 增加了一个三打三的比赛 这个三打三也是一个创新 是这个羽毛球队 中国羽毛球队 在日常训练当中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它可以增加一模型的分数 产商要求的是两难硬 所以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 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呢 就是说呢 要增加了一个业余选手的男双比赛 在正式的比赛开始之前 做一个电场 所以今天的转播呢 我们并没有来包括到这个项目 整个的比赛的过程 在常规赛呢 是个五盘三胜制 如果是打到了三比零 那么比赛也都会全部的进行完 就一定要打满五盘 这是在常规赛 到季后赛的时候 只要分出胜负之后 就后面的两场比赛 就可以不用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 无论如何呢 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阵容亮相 第一局的比赛呢 马进和沈业还是赢得比较轻松 但是第二局呢 两个代表队呢 在场上呢 还是咬得非常紧 其实双方的水平差不多 我觉得对于厦门特房俱乐部来说呢 其实关键还是要看刘成的组织能力 在过往的比赛中 刘成他实际上能够 如果打混双的话 对对手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的影响 毕竟这四位选手里面 刘成算是 他是最小的 他在这个队里面 应该是属于这个国家二队 他跟里根搭档 对 沈业和马进成为一个前后场的战位之后 但是并没有得分 这个多回合打的还是很漂亮 这个抽球想做一个变速的处理 可能就稍微有点着急了 这机会比较好 看准空档之后出手比较着急 4比4 你再来看一下 假动作 自己好像给晃点到了 因为沈业本来想出直线球 可是他看到王小李移过来了 他想马上的转变 可是随着球的落点 确实不好处理 这个转变能力很强 连续这些能力 同时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它爆发力很好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欠缺一些稳定性 这也是需要长期的磨练 我觉得有电视转播也挺好 对于运动员来说 也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你超联赛之前几年 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推广 不是说非常能够有影响力 其实我觉得没有电视转播 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今年其实很多的规则的调整 都是为了让电视转播更方便一点 包括比赛的时间比较容易把握 但是对于运动员 也是做出了端端的调整 吸引球 也可以说 就是每一位运动员 他还是习惯了21分 所以说 他现在突然变成11分 有可能他到场地上 就是停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于王小李和牛城的配对 其实欠缺的一样东西 就是往前的拿球能力 因为毕竟王小李在铝栓里面 他是负责后场的进攻的 所以他在往前的组织能力上 肯定会相对弱一些 反而在他跟刘成的配合上面 这个重任多少要分担给刘成一大部分 其实这两队选手里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刘成和王小李 在他们的本职双打上面 都是负责后场的 马进跟沈业 在他的双打里面 是负责往前的 破滑球 6比7 马进和沈业又追了一分 现在是9比7 先赢第一局的情况下 他们现在整个场上的局面 稍微的有利一点点 但是这个比赛的规则 改变之后还是增加了很多的偶然性 可以看到王小李 这个往前上的处理 刘成还是 不是什么有把握 手上的感觉还是差一点 沈业也是有一点急于球成了 本来是一比较好的机会 球还是出了底线 这样8比6 王小李和刘成领先 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就要看到第二场比赛 是一场女单 然后呢 就是混合的三打三 我们说 今年的宇超联赛当中的 一个新的亮点 然后是一场男单的比赛 今天男单是王正明对陈龙 然后最后一场安排的是 比较好看的男双 五场比赛要打满 人带王小李和刘成 在进攻的时候 和他们的这个连贯和节奏 都会比较快 9比6 9比6 这样领先了三分 其实在这个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呢 很多的运动员 他们之前都没有太多的这个配合 几乎就是 都是从北京嘛 国外队 然后昨天过去 所以像这种临时组搭的 这种专业队的组合 在场上呢 通常的比较 忌讳什么呢 其实你 其实最忌讳就是默契 因为 为什么说要长时间配队呢 就是因为 比如说我出的一个过头球 或者某一个点 某一个位置 我知道 我的配手会不会去抢 会不会去拿 如果说是新配的话 对于组织能力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就往往是怕一些 小细节上的就是漏洞 看球出界了 总之一分 7比10 现在这个 马进和沈夜 在先因第一局的情况下 现在面对对手 第二局的局点 刘成呢 在刚才相同的比分的情况下 一个发球失误 把第一局给送给了对手 现在来到了对面 经验比较丰富的 沈夜和马进 同样的局面 也是落后三分 哎呀 局面都一样 整个情况 同样也是看到了 比分的压力 出现了一个发球 直接挂网 这样连比分都是一样的 得分的局面也一样 其实 自己都没 这个感觉特别奇怪 因为突然变11分了 他不知道如何在这个环节上 去处理 所以在新规则的引进之后呢 还是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 目前双方呢 是战成了1比1平 我们也休息一下 现在双方呢 已经来到了这个决胜局 决胜局呢 会打到6分之后呢 交换球场 对双方来说呢 在正式电视转播当中 使用这样的规则 可能平常在国家队的练习很多 但是真的到了这个电视转播 可能对于心理上 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会的 因为电视转播的时候 心里想要 我要把最好的展示给观众 刘成刚才在后场的 这个反复的移动 还是比较到位 他的步伐呢 很有弹跳的感觉 但是看这个慢动作 刘成的进攻啊 他的伸展面是特别大的 所以决胜球是个 需要伸展你才能 发力的一个项目 前场的优势已经逐渐形成了 最终还是在前场的快速下压 确保沈业和马进拿到1分 1比1 到了决胜局之后 每一分都是显得更加重要了 沈业和马进 他们在中半场这一块 会比刘成跟王小李强 如果到了后半场的话 属于是刘成跟王小李强 跨滑球 2比1 还是让这球的线路尽量短一点 沈业确实在后场的连续杀了三板都没有能够杀死 换手了 现在攻防转换的过程 他流程的这次听调到往前 步伐非常有跳跃感 还在打 稍微有点准备不足了 大概之前以为前面那一分就要死球了 所以是越南后场被掉了 前面王小李强那种状态 其实他也没想到 对 就流程会守住 有机会能救回来 有机会能救回来 这也就是竞技比赛 我们永远都想不到下一阶段会变化成什么样子 今天整个的体育馆里面感觉布局非常的紧凑 观众可以很近距离的看这个羽毛球 而且到目前为止可能是双打比赛节奏也比较快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外界的因素 比如像风 包括我觉得现场的整个的布局大屏幕的显示 作为一个新的比赛 我觉得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一个很好的开端 这比赛是在厦门工人体育馆的来进行 不知道以前韦杰有没有在这打过比赛 我应该没有 我一般都在厦门体育中心 而且今天也是厦门的主场 所以对于观众来说 其实来说 我觉得还是他们占据一些 就是天使和地利 对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这个服装也特别的整齐 特别要表扬一下厦门的观众 这是宇超联赛的揭幕战 而且就是在厦门的这个主场 其他的比赛 各个赛区呢 都是在晚上的七点半才开始 厦门特房和广州粤语都是分在红组 但是12主队伍一共是分成两个组 红组和蓝组进行双循环 所以常规赛季一共是打十轮 今年的这个红组呢 另外的四支队伍是湖南 要对阵上海黄埔 然后浙江 云江对阵辽宁 蓝组呢 是青岛暂时先锋 对广东设计城 八一东林集团对湖北 广东对阵江苏雄伟建设 其实从整个的这个布局来看呢 这个广东省的羽毛球水平还是比较高 因为他们在12队伍里面占据了三个席位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广州粤语 它是一个市级的队伍 另外两个呢都是以广东省的 然后呢配上三支箱 放发球 四比三 今年为了保证整个参赛的阵容 在参赛的人员的规格上面 也是做了明确的规定 像林丹呢 她不参加这个超级系列赛了 可是她是专门参加这个羽超联赛 咱们国内的 她是今年要保证的出场率 而且其他的奥运会和市井赛的冠军的出场率 不能低于70% 这样呢从整个的观赏性和票房价值上来说 就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我觉得这次 因为有一个折腾嘛 你想要推过这次运动嘛 你就需要多去付出 这样子观众也会更乐爱去观赏 甲冬做的这个放网 还是很有质量的 现在是双方决胜局的争夺 对于厦门特方来说 他们是主场作战 今天身穿黄色的球衣 王小李 刘成 王小李发球 沈亿接发 接发的抢得很快 4比5 4比5 马金他们现在还落后一分 滑板吊球 王小李 确实这个在进攻的能力上来讲 真的是没话讲的 放啥球 王小李和刘成 6 在后场的 就是自己发动进攻的人 交换场区 可以说是一流的 嗯 所以可以看到 王小李在球场的 向前压上三个不同位置的这个杀球 落点都很尖 这样到了6分之后 双方呢要交换场区 这是在整个一场联赛当中的新规则的体现之后呢 带来的一些变化 比分现在很接近 但是15分封顶 李永波总教练 嗯 刘小龙主任啊 这个身穿蓝色的 这是拼语中心的主任 身穿蓝色的衬衫 继续来关注双方 第一场比赛的决胜局 6 4 4 代表广州粤语的马静和沈业 对阵 厦门特房的刘成和王小李 你可以看到在往前上面明显 下门会堕落一些 嗯 但好在他们就是说能够自己自主发动进攻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这会让马静和沈业在出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忌惮 可是对于混双来说 首先你要通过往前才能达到后场进攻的机会 嗯 所以说其实沈业跟马静的配合 对在后场进攻的机会 会比原成跟王小李会多一些 嗯 放发球 这就是一对矛盾嘛 但是他们在后场的火力是稍微要差一点 就是有些机会就会被浪费了 对啊 王小李发球 你现在两分 7比5 先比分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接近了 刚才那个发接发的处理上面又是马静他们站得了先手 是太有爆发力了 这一段沙球 他进攻的爆发力特别强 而且刘存的弹跳也特别好 嗯 他的步法就是特别有跳跃感 在这个起跳之前的这些垫步 包括他在后场两个点的移动 我觉得都很轻盈 嗯 1米83其实他的这身材 嗯 真的很合适啊 就是他打羽毛球 听掉一板 哎 漏了 有点配合上面 不是足够默契 可能在这个攻防的站位上面 有点扎堆 刚才 9比6 现在 这个王小李和刘成呢 已经是领先了三分 这是主场作战 厦门特防代表队的两名球员 在 这个主场观众面前 是第一场的亮相啊 他们也非常希望拿下一场胜利呢 给后面的队员呢 带个好头 刚才失误了这个界内 现在场点出现了 10比6 10比6 今天王小李的这个小抓就是扎得非常可爱 有直播啊 以后就印度人都会打扮的 对 之后有点个性啊 马进也特别漂亮 他还化了眉啊 化了眉毛 这样在今天比赛里边呢 这个 刘成和王小李 他们还是非常轻松的 在决胜局里面啊 率先拿到了11分 也获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 龙道主厦门特防队 在五场的交通当中 率先拿到了第一分 咖啡